雙手動起來不少國人已經開始爬文 看國外行程 期待未來邊境解封能好好出國玩 但專家說不要認為有無敵星星就足夠 孝齊最多只有半年 重複感染機率還是有 想要出國 要三思 未來出國前得要先查查國家陽性減出率 先判定風險高低 若正要出國防疫工作也不能少 但就怕玩到一半確診會驚慌失措 旅行社建議要以醫療險足額規劃 因為這樣出國即便染疫若需要國外醫療治療 也不用擔心高額醫療費多出的負擔 只是得留意半年內確診出國後 再染疫就無法理賠 疫情非完全消失 投保時切記三大要件 提高保額 加保不變險 以及在海外有醫療行為 回來也要記得向健保申請補助 根據機關署的公告 健保對象如國外染疫是可以申請健保 自電醫療費用合退 但金額可是有上限 如果民眾是要到醫療費用 相對高的國家旅遊 還是得要買份保險 多份安心 三日新聞新聞 蔡春祺 台北報導